预言是文化的橱窗,智慧的结晶,大家好,欢迎来到预言堂。 庄子预言,谁是美女? 杨猪在去宋国途中,投诉在一家客栈。 老板有两个女儿,一个长得很漂亮。 可是老板和常客,却都喜欢那个不怎么好看的。 杨猪问其中一个客人。 怪了,你们怎么都喜欢那个长相平庸的女孩? 他得到的回答是。 那个漂亮的女孩,老觉得自己长得美,而另外那个知道自己长得不怎样,结果反而让人忘了她不美。 小子,记住了。 杨猪叮咛随行的弟子,存心夸耀自己的长处,只会让人讨厌,能忘掉自己优点的人。 到哪里不会受欢迎呢?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的内容,请记得按赞,分享,转发,同时欢迎订阅,并开启小铃铛。 轻松不预言,深刻无哲理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并开启小铅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并开启小铅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